就是有人偽裝成 這個立法院的人員啦 立法院的工作人員 要進入到立法院 結果呢 送給這個藍的白的委員 這個什麼花朵 對對對對就是這個 謝謝導播幫忙Cue出來 送給他們這個叫晚點名 然後那個什麼紅色的花 那個是菊花是不是 有夠不吉利的 然後就是有點來鬧場啦 那送給傅崑奇啊 還有還有一些藍的白的委員啊 後來被立法院的那個助衛警 就是抓到就問你是誰啊 你來哪裡的 你跟哪一個委員登記的 因為你去立法院裡面 你一定要有一個登記程序嘛 然後他就講不出來 就自知無無 我華視的 我華視的攝影助理 就講出來 然後就啊不然我就我就不要啊 還給假的政見 途中據說還曾經 這個叫什麼 躲到沈柏陽 立委沈柏陽的辦公室裡面去躲藏 我想這種有夠 有夠瞎的 搞的這種招 有意義嗎 針對這個立法院這樣亂搞的這個事情啊 我們現在來連線 羅志強委員的助理 來還原一下當時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您是羅志強委員的助理是嗎 嗯 是 對 好 那那個想請您大概跟我們稍微還原一下 當時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位馬尾的這個 自己稱呼自己是華視的人員的這位女子 她是怎麼樣的這個闖入你們立院 那整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昨天晚上的時候就是有一些工作同仁其實就有傳影片 就是說各個也有辦公室就是陸陸續續有收到這個剛剛看到那個紙片跟花嘛 那大家就很震驚說 怎麼會有一樣一個外人就這樣突然闖進來 所以中間就有一些助理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工作人員跟一些助理人就去詢問她說 那你是哪裡來的 你怎麼會進來問這個 那當然這名女子她就說自己是議院的工作人員 然後又說自己是記者 那結果我了解 就是今天早上了解是說 她是來自就是這個議事區都有直播嘛 那這個外包的媒體 她底下有請一個公讀生就專門在做打字的 那她就是拿了這個記者證就闖到立法院裡面來 那我可以 那個是她的記者證嗎 還是別人給她的 那個應該其實就是外包的媒體 他們有工作證 那因為她是 她就有說她的外包公司是媒體 所以就發了她的同學證據 就是那一張記者證 那事實上她不直接屬於說她是 我們平常可以看到的那些媒體的報導記者 文字啊或是社員 那她就拿了這個再走 那就變得是說 這個優點不太適合說 你今天拿了工作證或記者證 我們進來是工作 結果進來是來做自己私人的事情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一般人如果進來要做這些事 有什麼困難 我現在在大門口 那我切一下就是說 到底平常如果要這樣走的話 可能會經過哪一些官員 你現在在帶我們走一次是不是 哦 對對對 就是我們一般如果從大門口要走進來的話 其實最少你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會有序位檢查的人會詢問一下說 你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就可能要出示記者證 如果你不是有工作證的人的話 你可以看到前面其實會有一個會台 你就必須到會台那邊去換一個證 然後跟去打電話去詢問到你要去拜訪辦公室 然後有人下來接或是承認說 哎今天捷歌哥你比如說要來拜訪某一位委員 那委員的辦公室同意說 哎對今天捷歌哥要來 所以你才有辦法得到你的正義 然後才有辦法換到 那其實平常平常在我們看到現在 可能原警站的那個位置 平常還有一個就是那種類似 金屬探射器門的探射門 它其實呢就是變成說 有時候你可能還要過重安全門 才有辦法進出 那也會其實它旁邊有紅樓 它也會特別去就是提醒到我們委員 就是說欸進出的時候 其實要配掛視野 這個是之前也知道 之前就新聞就是陸續去委員啊 跟院長其實都有收到這個炸彈的恐嚇 之類的訊息 所以其實進出沒有這麼簡單 好 那你要繼續帶我們走嗎 OK 那這樣可以看到說其實昨天 那一個那一個人進來以後呢 我所得到很高級的 趁其是說他進來以後 他就是一層一層 他就想往一萬 就是到地下室 很熟悶熟悟的其實就到地下室去 然後就開始先到 溫小銀鑰的網關公室去發 然後一層一層 他發到第二 發到二樓的時候 其實就被 就被攔下來發現 欸什麼進來的人說自己 也不講自己的身份 然後進來就給人家黃菊花 其實蠻不吉利的 因為剛剛我們知道 就是就 菊花這麼吉利的 菊花其實 對是拿來電器啊 或是在那些商事的場合 才會死亡 所以就 就很習慣追出去 然後追出去以後 然後就到了現場 然後就把人攔下來以後呢 他反而就是 就是開始自製咪屋啊 不知道這是誰啊 嗯嗯嗯嗯 鐵木先生 鐵木 鐵木修 對對對 有有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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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攔下來 比較刺激 這些事情 讓大家其實也非常 害怕 因為說真的 他今天 他今天不管他 是記者症還是工作症 結果他突然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到處發生 很像有點混進來的感覺 其實會讓大家擔心說 是不是安解 或是說哪裡出了問題 但我也相信說 今天如果說 省委員 有一點想要 保他的感覺的話 那我們換個角度 是不是說 如果今天他發花 或是 他發發 或是去 陳情抗議的對象 反過來是 對民進黨委員 或綠林國委員的時候 然後就會發現 這個可能是 比較有些所謂 偏良或偏薄的意思 對民進黨委員會問 雖然覺得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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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就說 欸你就放他出去 嗯 這個其實 其實像大家的 報告 會不會 OK 那個鐵木 鐵木先生 我請問一下 那個這一位 這個闖入立法院的 送菊花的這位 馬尾女子 她躲到 沈柏陽委員的辦公室 這個是 大家都看到了 是她怎麼被發現 很多人看到嗎 喂 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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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音了 你說 抱歉 你剛剛說的 這個問題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這一位 這個送你們 黃菊花的 這一位 闖入立法院的女子 她後來躲到 沈柏陽委員的辦公室 那這個事情 是有很多人目擊到嗎 是怎麼會傳出來 這個消息 就是從現場 可以看到 一個畫面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她就比如說 她出來之後 就是 其實是 很多人去追著她 去找她 說怎麼奇怪 會有一個人 這樣送菊花 然後又送一個 這樣的一個 鐵的晚點 就一直跟著她 然後就走走走 就走進了 走進那個辦公室 她剛剛就稍微 也是在那邊等 然後等了一陣子 以後她出 那後來就有看到 就是 很多民眾 跟很多觀眾 其實應該都有看到 那一個路人 所以這群人 其實就開始在問 說 那你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是 工作人員的話 那請你出現 你的工作證 或者是說 請你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 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大家覺得說 你 就不適合 你情緒 不需要你去 怎麼做的嗎 對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的 非常厲害 就是前一陣子在 那個 西里有個疫情被存取 就是因為她拿了她的工作證 去刷 刷入管制區 然後就是 去國外去旅遊 那其實就是 就是違規了 因為你的工作證 跟你的工作生活就是說 你今天是來做意識值得 可是你卻用那個身份 公務身份進來 來做承起 那目前你可以保證說 會不會未來會有 類似的案例 結果進來竟然是放炸彈 或是對任何的 有利益 就是用公務身份 混進來 這個其實就讓大家自意 嗯 好 OK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 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 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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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